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解政府关门大伤脑筋的同时 国会大厦的外头传来枪声 一名黑人不女载着一岁大的孩子冲撞白宫 随后遭到了警方击毙 而隔一天在临近白宫的华盛顿广场 又有一名男子点火刺焚 美国人民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 正在全境获散吗 而美国政府关门 民调显示多数的民众是把责政怪在共和党的头上 FED波士顿联邦准备银行主席说 如果政府停摆持续下去 没有办法获得可靠的经济数据 那么QE可能再往后延缓数年的时间 而IMF则是警告 一旦美国没有办法及时的调高债线 将会危及到全球的经济 大衰退会不会再度重现呢 首先为您介绍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为大家介绍是 淡江美言所教授陈寅兴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为您介绍是中金院的副院长 王建权王副院长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好 第三位为您介绍是 华南投顾董事长楚强山 楚董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持续 要在今天带你来关注的是 美国的政治僵局 是最新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的焦点议题 我们来看到在他这一期的封面当中 这样的图像非常明显的反映出 全球共同的担心 已经都站在悬崖边了 但共和党跟民主党两党之间 还是持续的在争吵当中 看到了这十项所呈现出来的表情 反映出了美国民众的情绪 都是觉得已经受够了 表情上写着 No way to run a country 其实反映出了 全球共同的焦虑 这国家在持续下去 该怎么样走出僵局呢 我们来看到内政影响到了外交 因为受困于美国内政的僵局 持续的没有办法解决 欧巴马总统这一次 涉联APEC会议都没有办法参加 对于他希望能够重返亚太的外交战略 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冲击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直线机缓缓起飞准备巡逻 海上还有军舰来回穿梭 巴厘岛阳光沙滩依旧 浪漫的气氛却因为大批为安静注 11,000保护免党在守护党 一部分的岸位是禁止的 新闻中心的记者紧盯电脑荧幕 掌握最新讯息 很快骚动起来 因为传出消息 美国总统欧巴马决定取消出席 APEC 现在是美国政府关闭 它刚刚提到川普总统欧巴马 去禁止下星期的旅行 去亚洲 他在星期的遇到APEC 这本来是欧巴马期待已久的重头戏 原本预计要在亚洲停留一个星期 但国债面临违约危机 加上联邦政府关门 抱着头烧的欧巴马 先决定行程砍办 取消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但预算案始终没解套 欧巴马缠在如麻国事中 不得不坐正华府取消所有行程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抵达吉隆坡雪邦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受到卫生部长 苏巴拉马年夫妇等欢迎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是浩权以下 在自己首次APEC登场前 先到印尼亚加达 接着又顺道拜访马来西亚 友邦家门口转一圈 忙着敦亲木铃 还成为第一个 受邀到印尼国会演讲的领导人 习近平的招呼语引来如雷掌声 展现的诚意还不止嘴上说说而已 全场竖起耳朵听 因为整场演讲不断释出大力多 大陆要提高跟东协之间的 自由贸易区水准 争取2020年双面贸易达到 一兆美元 筹建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建立海上丝绸之路 习近平当然也知道 深话友谊之前 得先打开心结 对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 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 存在的分歧和争议 双方要始终坚持 以和平方式 通过平等对话 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 维护双方关系 和地区稳定大局 美中在亚洲地区外交角力不断 欧巴马本来想趁此一役 展现重返亚洲实力 但内政扮马腿 鞭长莫及 习近平出单场 还将在APEC高峰会上发表演说 明年还担任东道主的角色 抢劲先机 所以为什么说呢 这个外交往往是内政问题的延伸 可以看到欧巴马现在呢 作困酬成 还在美国 在华府 想尽办法要解决这一次的内政僵局 以至于在这一次嘛 不但他取消了到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的访问行程 是连巴厘岛的APEC峰会 最后也没有办法去城 在过去95年的时候 克林顿政府时期 当时呢 美国联邦政府也曾经一度的关门 在当时呢 克林顿总统也取消了 到日本去参加APEC会议的行程 不过首先想要先请陈老师 带我们来关心哦 这一次欧巴马所面临到的局势 是比较起上一次克林顿的局势来说 这一次又更加险峻 这一次确实比较严峻 为什么呢 因为牵涉到美国的众院跟白宫呢 可以说是僵持了 从某种角度来讲 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 没有错 但这一次呢 克林顿是不是做得太过头 因为你留在国内 并不表示就能解决问题啊 你在国外一样可以解决问题啊 所以说他是有点 我觉得第一他是作秀了 第二点呢 他把这个APEC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大政策 跟国内政治牵扯在一起 是要把这个矛头呢 对准共和党 当然共和党 当然不对 这个很多事情就是 不能说完全说是全对全错的 但是共和党固然不对 他这样子 舍弃外交政策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去 但是也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他诚意 是不是有机会 有没有那个跟共和党妥协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他第一点 他也是过分的作秀了 第二点呢 他是把这个矛头对着共和党 第三点呢 他去APEC 这个外交政策更可以挽回 他在国内已经蛮低迷的声望 自从他年任以来呢 他的声望并不很好 那么现在呢 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呢 他犯了很多大错 难怪有很多美国学者 也写文章批评他 认为他这次呢 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结果让习近平呢 这个毒顶风骚 那我们现在讲他 美国这一次呢 他到底损失什么呢 第一个 他在这个东南亚这一块 他这一块暂时又丢掉了 东北亚是不错 因为东北亚二加二会议刚刚开完 美国的防长 还有这个国务卿 跟日本的外交部长 外相 还有这个 也是这个防卫厅 这个防卫省省长 那么现在他们是开会 开会完了 这个东北亚这一块 是非常稳的 那么也充分地显示 美日的这个一个安保联盟是可以说是不可被打破 也是无坚不摧的 但是呢 在东南亚这一块它显然是犯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美债问题呢 有没有那么严重 当然是比17年前严重 也比过去这17年来 这个也很严重 事实上呢 在卡特时期就出现过美债问题 那么当时 这很多年来呢 多半除了17年前那一次比较严重之外 这一次特别严重 其他的时间大部分是做个秀 过个场 然后呢 两党还是会妥协的 因为大家都不想挨骂 这次我相信还是不会 还是会在10月17号会解决 假如10月17号真的解决不了 财政部会想办法延长这个举债的上时间 会推迟一下 那么也还是会解决 政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全世界解决不了问题 那除非打仗 就靠打仗 既然美国的白宫跟国会不会打仗 那么这个问题迟早还是解决得了 外交上的损失 也可以在事后弥补 基本上呢 美国的再平衡政策 它是分好几块 像外交 它这块东南亚它是损失了 那么军事 军事美国的军事还是很强 那么国防部长也透露说 这个奥巴马在这个 就是关闭的前一天 签署了一个法案 就是可以支应40万的 那个国防部 无为五角大厦工作的人呢 让他们能够领薪水 而且呢 现在一个新的宣布就是 所有这次放无心仗的人 都能够补发薪水 当然有些人可能倒霉 因为美国人很多人不存款的 存款非常少 他要自己动用自己的钱 没有钱的话就熬不下去了 那么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问题 会引起很多民怨 那么共和党当然是 等于是首当其冲 那么批评共和党呢 大概是有46% 批评白宫的有36% 那么另外72%的人呢 基本上是认为共和党是比较不对的 所以共和党一定要收 现在连查党都有三个人呢 开始准备转弯了 因为再不转弯 他们查党可能在明年的习中选 可能不会全军覆没 至少一半会是毁掉 所以气氛上出现变化了 气氛上出现在调整 另外呢 这些刚才包括联准局呢 或者是IMF 他们都是警告 警告就是把这个事情变得很 看起来很大 但是说是国债问题 马上美国就要沦为现在国 这是不可能的事 虽然很多人持有美国的国债 但并表示他们都会在那天把它兑现 那美国当然是倒掉了 那问题是不可能 拿了美金的人 美国即使宽松货币政策 这个QE1 QE4 那么大家还是暴露美金不放 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秀场 那么奥巴马则是有点点演过头了 他把这个矛头全部对准 这个国会尤其是众院 Banner这些人 或者查党这些人 但实际上他自己也受伤 所谓呢 这个人家说是沙迪3000 这次他可能还不止损失3800 嗯嗯嗯 所以刚才秦老师 特别是从外造以及政治层面 来看到奥巴马这次缺席 带来的影响 那么想要请副院长 带我们特别从全球经济布局的 这个层面 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次奥巴马的缺席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效应 我想最近这个亚洲 有两个主要的这个 叫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一个叫TPP 就Trans-Pacific Economic Partnership 就是泛太平洋伙伴协议 另外一个是叫RCEP 就是区域的紧密关系安排 这两个就是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 这个TPP 一个是以大陆为首的叫RCEP 这两个是在抗核互相较劲的 美国是希望利用这次TPP 他结合了这些文莱啦 纽西兰啦 还有这个 这些国家跟东南亚国家 希望重返亚洲 所以这是APEC 承如陈老师讲的 APEC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作秀的一个舞台 提供他的声望 特别是拉拢东南亚这些国家 现在因为内政 因为出了问题 所以外交上面 他就会比较说concent 特别是他最近还因为这个东西 还跟美欧的自由贸易协定 还稍微停下来 所以内政事实上 多少会影响他的一些外交了 但是如果这个像大家一般认为 这是一个断